中风急救案例 我没想到在8月3号晚上10点半左右 我跟当我爸爸他96岁的老人上车的时候 他坐在我车缸上 突然间他就往左边这样倾倒下去 我就观察他的脸部 他都已经两眼掉 然后口开了 那我就看他整个人要 头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来 我就很自然反应把他撞到地板上 开始就给他做背部的 延时点的推按 开始做那个7点 在左边的时候 我用手肘这样去给他按的 然后再 因为他脸是向着我这边 那在做对面的那个7点的时候 手肘不方便了 我就用我的手掌的那个工具 就是4个尖尖的手指头去按 按完以后呢 我又想说把他翻过来观察一下他醒了没有 没想到就下招了 发现他整个眼睛那个眼圈都黑了 闭起来的 嘴巴也更闭紧了 那我心里面就更紧张 我说那快点要跳到头部去了 我就给他的 额头部原始点 第一点就是那个耳后的那个点 平常他的点对他来说他连给我碰都不能碰 是很碰 这下子我就用全部很地道的力量这样子做下去 他完全没反应 那我以为到了这下子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有没有好处 可是已经没选择了 就感觉像个还没训练好的小兵 就可以一下子当当闭马 就上了那个战场去 没选择了 我只能够很专心的做下去 结果过来接着我就做那个头部 那个整骨下那个4点 这一边就是他的左侧我就用手肘这样去按 然后跳过了颈椎那边的时候 手不顺利我就改用是这样的手指的攻击 然后按到第二点 拿起来要按第三点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这样子就来一个很深的吸气 我知道他已经醒了 然后我退看他眼睛已经围开了 我很开心的 结果就又想把两个快快的把它弄好 没想到他的手有一点就退过来 可是又没有力 可是已经真的醒了 然后我结果还是把他最后那个 那个他右边的耳边那个点揉的时候 他就手已经过来要抓我的手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按赋 从头到尾 在给他速解的时候 他就出声说 冲醒了啦 滴倒啦 那声音也出来了 我就更安心了 他更有力量就抓我的手 好像要打我 不给我再按了 他很痛了 那我就叫他接到 他已经完全醒了 我就安心了 很感谢张老师提醒 我们要把这一张 登成我们原始点的CPR 影印那么大 我也做了一张在家里 是在我爸爸发生事情之前 我就弄了 所以我的福气给了我有一点这样的印象 也是一张很危急的时期 我虽然很紧张 可是还是很稍长很正常的把它完成了 结果也真的保护了我爸爸的生命 希望从这个经验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这个手法 在生死的关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谢谢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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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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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很好 这个给他照一照